新一位的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请进 请进 欢迎 欢迎 可以进 可以进 欢迎陈伟霆 太好了 欢迎打扰 就等着您 就等您来打扰我们的 师傅是出现得很突兀 一点也不突兀 其实我们面前的网友已经等了很久了 现在是直播吗 对 我们是直播的一个状态 你们在看直播他们的 对 他们会在上面留言 刚才已经有很多人在喊您的名字了 是的 他终于来了 千呼唤唤是出来 是的 是的 今天刚刚来到现场吗 还是已经准备好准备上场了 对啊 我跟他 来 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直播 我们现在这是央视新闻的直播 对 要不要念几个名字 要不要念几个名字 这有喊您的名字 也让我们的网友 黑大力出什么 还有 哎呀 好多啊 这激动的心情就表现出来了 对对对 前辈的女巫 其实这个时候呢 可能都不需要咱俩说话 对啊 好的 对 如果大家想给陈文婷老师 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说 也可以在我们的央视频 还有央视新闻的客户端 给大家留言 还有我们的央视新闻的微博 我们一会儿聊 随聊可以随看 随机的看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这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会随机挑问题 来帮您来问这个问题的 是的 我们刚刚到现场 我看您这是今天要上台的 这个服装吗 是的 是的 这次要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守护 守护 对 就是这一次是 内地 香港 台湾 澳门 我们一起 合唱一首歌 对 等一下就会表演了 跟哪几位老师一起唱呢 你猜 我猜 我猜啊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一位 对 沉老师刚刚来了 我们直播间刚出门 哦 是吗 跟您可能是擦肩而过 对 我还是有个惊喜给大家 我先不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 对 那太好了 那就持续关注我们 其实就可以知道了 那四个人已经碰过面了吗 还没有吧 四个人 女猜 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是一个探蜜的节目 沉美天老师口红是有点紧啊 对 对 我觉得也是 我们这个探蜜 这个蜜不太好吧 对呀 最主要是我好像是第一次上样式新闻的直播 太好了 所以我还是要小心一点 我们是很整个 我们真的是一个探蜜的节目 我们就是想要从您口中挖点秘密 请先让大家知道 你说几个人吧 对 跟谁合作 你猜 我猜了一个张碧晨老师 你说了张碧晨是对的 对 然后剩下两位 那我猜男的还是女生吧 好吗 有一个是男生 那另外一个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 那我相信另外一个应该是女生 这样就是 两场搭配 对 两场搭配 男女干活不累吧 对 对 对 那我们就期待其实看看是谁 对 对 那帮我们网友也是卖了个关子 是 所以大家也得持续关注我们 对 而且之后你会知道 这个节目也会上嘛 对 对 那就是跟他们还见过面了吗 已经这个提前的 对对歌词啊 这样提前串一串 其实我们等一下就会立马彩排 彩排就立马会录 所以等一下就会 说实话是第一次彩排一起 但是我们各自已经排练好 因为我们这首歌 我们要知道哪一个分段 就是哪一个人唱哪一句词 就自己的部分 一直排练好的 对 是的 那就是您跟他们三位 就是平时就是之前有联系吗 有认识吗 认识 其实都认识 都认识 都见过很多次 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 有偷偷练习这首歌 是不是很多次 我不需要偷偷 这么这么荣幸的事情 我就大声练习了 对 我在片场大声练习 已经 我是昨天从横店 对因为我在拍戏 对就过来的 刚刚过了 我等一下又 还要回吗 回横店 那都说到这儿了 您要不就也跟观众 稍微透露一下 您现在拍的什么戏 我现在拍 能说 就叫一个胡珠富人 跟娘咪拍一个古装 一个古装戏 这个国庆晚会的现场 心情怎么样 现在 我觉得 首先我 国庆晚会 应该是我第一次参加 对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 没想到 这个第一次会发生了这么晚 对 因为之前 其实 对于我来说 我每一次参加 我们国家的一些盛会 都是会紧张的 然后 之前就 反而是春晚比较有经验 对 是的 但是 十一我就 没有试过 所以这一次 我也挺期待 对 我们是十一当天会播 应该是吧 对 总之我们会在一个 应该 会在对对 是这个 国庆期间 应该是 可能是9月30号 暂时呢 没有完全定下来 大家可以持续地关注 我们相关的一些微博 微信的账号 对 之后 会告诉大家具体的时间 嗯 对 好紧张 有一点 有一点 主要是 在您面前啊 显得 其实这个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您一来之后呢 发现自己 这个 这个刚才咱们的 小鲜肉 这个 也不是 小鲜肉组合 你也不鲜了 我已经不鲜了 我也 可能就有肉了 我也不鲜了 你还叫我小鲜肉 您这个 我真的 没鲜很久 哇 就单说一点 单皮肤 嗯 是 他自己刚才说自己 是小鲜肉来着 对 现在不能说了 是的 那有没有想过 今天的国庆舞台 会是什么样的 幻想一下吧 其实我一早就已经看过 哦 我叫同事 在里面拍了照片 拍了照片 拍了视频 我觉得特别厉害 你们看过了吗 我们看到了舞台 但是您那个节目的舞台的 不仅是什么样 我还蛮真不知道 您知道吗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也有很多舞者 会搬着我们 然后就是 那个屏幕都特别好看 我们的背景 特别好看 舞台特别大 能稍微透露 那么一点点吗 透露 关于舞台的事 对啊 好呀 可以呀 你觉得哪块 比较你喜欢的 我偷看的是 蓝色比较多 哈哈哈哈 背景那一瞬间 有很多蓝色的 蓝色的 对 但是拍的比较远 所以我看不清楚 你没有看清楚 是什么东西 等一下踩吧 就可以看 所以其实也想提前的 在没来之前 可以看到舞台 是不是能找一找感觉 对对 是的 怎么样 觉得今天要到现场了 即将要上台了 是不是会 有一些压力 会紧张吗 当然有压力 就是因为毕竟跟我合唱的 都是非常专烈的歌手 嗯 那您也是 情虚啊 他们唱功比我厉害多了 但是这首歌 说实话 我唱了一次之后 就是那个旋律 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一直去环布 我觉得这首歌 真的特别好听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对 真的真的 我觉得特别好听 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要不稍微唱那么两句 当然 不可以 好 最好 最好的 我们就留到舞台上 那前一段时间 疫情 我知道大家好多都是工作呀 然后稍微的 可能放慢了一些脚步 有没有一些小技能 在这个疫情期间 在家休息的时候 get到呢 比如说做饭呀 什么这种的 有没有 或者吃什么好吃的呀 或者跟家人在一起 打扫卫生 这也是一个新的技能了 这个技能 虽然其实不是很新 但是在那段时间 是特别特别特别注意的 对 因为我们要注重消毒啊 对 因为以前的我 我不会连我的鞋底 也会消毒 我会去洗我的鞋底 但是在那段时间 我会就是 在我身上的所有东西 我一进家门之前 我就会全部要消毒 感情心安静 然后个人的卫生 也非常非常非常注意 对我的宠物也要 我要经常给他们洗脚 就是我一直要 把他们消毒 就是那段时间 是培养我自己 对于个人卫生 非常更加的注意 对 那段时间确实有培养这样 那像您说了培养吗 那像现在还会去 坚持这么去做吗 鞋底就比较少 因为现在我们疫情 逐渐好转了 对吧 是的 但是平常戴口罩也小不了 对 因为现在还是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我们很厉害 就是疫情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过了 过了这一关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戴口罩 也要继续坚持一段时间 是的 那么十一期间呢 我们会继续在工作呢 还是休息休息 比如跟朋友一起聚聚会啊 吃点好吃的什么的 因为我们马上迎来 十一的黄金假期了嘛 嗯 还是继续在工作呢 这个应该也是我第一个十一是不用工作的 真的呀 对啊 有什么安排 第一个十一不用工作 那可以想想有什么安排 有什么安排吗 其实我的戏也快上清了 所以其实我上清之后我会回北京 因为我现在住在北京了 欢迎 然后我会 十一我会应该在北京享受我的假期 北京最近天气非常的不错啊 其实因为我是北京人 我觉得就是三十多年了嘛 看到北京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么好的 我才三十多年 这个话啊 这个话我也知道 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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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对掐了 别播 好 就这一段时间啊 我觉得北京的天气特别好 所以可以留在北京 感受一下北京的秋高气床 我也很想 但是我长个头也要飞回恨店 所以就是很舍不得 我留在北京个晚上我就已经特别开心 吃吃北京的好吃的 最近一段时间吃吃涮羊肉 吃吃烤肉 我觉得最近就非常适合这个天气 除了其他这个 还是想让您像咱们的网友 再送一份祝福 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也要身体健康 其实我一直说祝福也是在说身体健康 但是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 因为我觉得天气开始变冷了 然后可能平常的一些感冒 什么的也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戴口罩 注意身体 好 谢谢梅婷 谢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 好 接下来呢也要去到现场去看现场 然后去参考 辛苦辛苦 好 也祝你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太好了 我们直播间终于热门